他在教会做视频工作 发现负责人做事违背原则 独断专行 他几次提建议 却遭到对付指责 为保全自己 他选择了沉默 教会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他懊悔不已 是什么败坏性情 拦阻他实行真理 坚持原则的 他祷告寻求 有了哪些实行进入 我在教会做视频工作 李斌是我们的负责人 刚开始与他接触 看到他尽本分能受苦付代价 经常熬夜审核视频 我心里还挺高看他的 可接受一段时间 我发现他比较狂自视 尽本分独断专行 不容易接受别人建议 我们提出视频中 有问题需要修改 他常根据自己的思路 来否定我们的建议 说这些问题改不改都行 别神经过敏等等 可平时很少见他 寻求真理原则 或是找其他 明白真理的人交通 开始对一些 比较明显的问题 我会给他提出来 他也能勉强接受 可遇到一些 看不透的问题 他就会想方设法地 说服我们 让我们赞同他的观点 而且语气还比较强势 面对这种情况 我就有些受挟制了 心想 万一我提的问题不合适 他会不会觉得 我竟挑鸡膜算皮的事啊 要是耽误制作视频的进度 肯定会追究我的责任 算了 我还是不说了吧 后来有一次 我提出视频中的一处问题 李斌就对付我 他说 你这么想 是不是领受偏命啊 一般有点正常思维的人 会这么想吗 听后我更受挟制了 心想 我要再坚持 他更得受我迷惘了 到时会不会撤换我呀 算了 反正他是负责人 是把关的 有些问题我提了 是他没采纳 万一哪天出问题了 我也没有直接责任 意见不一致 可以寻求原则 也可以找明白 真理的人交通 不能放人不管呀 是啊 如果万一真是问题 最后还得反攻 会耽误工作呀 是啊 可当时 我只顾保全自己了 并没有考虑教会工作 从来以后 我就埋头做自己的事 很少再提出 不同的建议了 可是没想到 当我们把这段时间 制作好的视频 交给带领审核时 带领发现 视频中 还有很多原则性的问题 有些问题 正是我们给负责人 提出来的 因为当时 没有及时修改 导致不少视频 都在反攻 而且带领通过 调查了解 发现礼宾做事 独断专行 不接受别人建议 还挟制人 教训人 教终多次也不扭转 就撤换了他的职务 看到这些 我傻眼了 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 真的这事 带领审核对付我们 你们和李斌 接触这么长时间 难道一点问题 都没有发现吗 他做工作 有这么多 违背原则的地方 为什么 你们就不反应呢 是啊 听了带领的话 我感到很扎心 其实 我对视频中存在问题 是有知觉的 也看出负责人 独撰专行 狭制人 做事没有原则 但因着怕得罪他 不敢反驳他的观点 结果给教维工作 造成这么大的亏损 那几天 带领的话 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 一想起这事 我心里就很难受自责 痛口中 我来到神面前祷告 求神带领我 能找到失败的原因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有时假带领迪基督 表演一段时间 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了 有些人只能看出有问题 但看不透问题的实质真相 也不知怎么解决问题 这还是属于没有分辨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这时就应该找明白真理的人来分辨 如果有几个人能尽上责任的话 大家在一起交通商量 就能够达成共识 看透问题的实质 就能分辨出是不是假带领迪基督 解决假带领迪基督的问题 不是太难 假带领不做实际工作 容易发现看清楚 迪基督搅扰打岔教会工作 也容易发现看清楚 这都涉及到 搅扰神选民尽本分的问题 就应该检举揭露他们 这样才不耽误工作 你们听了几年的道 到现在也不会分辨 假带领迪基督 还甘愿跟迪基督混在一起 保时终日无所用心 就你们这样的表现 足以说明 你们不是真心信神的人 第一 你们不喜爱真理 不接受真理 第二 你们对本分没有丝毫的责任心 更谈不上忠心 对教会工作根本不搭理 你们外表上尽着本分 但什么果效也没有 都是在走形式 不管迪基督假带领 怎么搅扰破坏教会工作 你们都没有知觉 不痛不痒 你们信神这么长时间 听这么长时间的道 还能跟迪基督搅和在一起 丝毫不揭露 丝毫不揭露检举 你们跟不信的人 有什么区别 你们属于迪基督一伙的人 你们不是神的子民 你们是跟随迪基督的 是跟随撒旦的 你们绝对不是跟随神的人 你们虽然没有做迪基督那些恶 但也是跟随维护迪基督的 因为你们没有揭露检举迪基督 还口口声声说 没怎么接触迪基督 对他做的事不了解 这不是瞪着眼睛 袒护迪基督吗 迪基督做了这么多的恶 把教会工作搞瘫痪了 把教会生活搅得一塌糊涂 不像样子 你们居然说 对迪基督做的事不了解 这话谁信呢 你们亲眼目睹了迪基督 搅扰破坏教会工作 却无动于衷 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一个人揭露检举 这点责任你们都尽不上 你们太没有良心理智了 阿们 神的话揭示得很清楚 有些人对待假带领迪基督作恶 就是漠不关心的态度 任凭假带领迪基督 怎么搅扰教会工作 都无动于衷 这样的人 即使自己没有主动作恶 也同样让神验证恨我 是啊 看了神的话 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正是神结实的这种表现吗 我和李斌接触以来 也发现他做事独断专行 好评几亿 不容易接受别人建议 开始我还能坚持原则 可当他总是武断地否定我 还对付我领受偏命时 我就受狭制了 我害怕再坚持 他会说我是刺头 认为我不服他 说不定再给我穿小鞋 把我撤换怎么办 万一自己再提错了 还得爱对付 甚至追求我的责任 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 我就对视频中的问题 睁一眼闭一眼 还找理由借口来麻痹自己 认为我素质一般 看问题也不一定准确 李斌是把关的 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让他定夺吧 反正视频中的问题 我已经提过了 是他不采纳 即使最后出现问题 也没有我的责任 另外对李斌的问题 我也不反应 任由他胡作非为 教练视频工作 导致不少制作完成的视频 都在反攻 严重耽误了视频工作的进度 这个后果 虽然不是我直接造成的 但跟我不负责任 保全自己 有很大的关系 是啊 这是我才看到 自己已经在 李斌的恶上有份了 想到神医之和我们交通 如何分辨 假带领迪基督 就是希望我们 在假带领迪基督 教了教会工作时 能体现神的心意 揭露制止他们 是 但我没有体现神的心意 只维护自己的利益 选择装容作哑 看着教会工作受亏损 也不当回事 对神没有一点中心 后来 带领又针对我们的问题 给我们交通了真理 当再次听到 带领说我们 撒旦哲学严重 不体着神心意时 我特别悔恨自责 就在心里 一遍遍地反省 当初为什么 我能对这些问题 置之不理呢 到底是什么思想 支配我这么做的呢 是啊 后来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撒旦败坏人 是借着国家政府 以及那些名人 伟人的教育 熏陶达到的 他们的那些鬼话 成了人的生命本性了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这是撒旦的名言 已渗透到所有人的里面 成为人的生命了 还有一些 处世哲学的话 也是这样 撒旦是借着各国的 传统文化 来教育人 迷惑人 败坏人 使人类陷入灭顶之灾的 汪洋大海 最后 因人侍奉撒旦 抵挡神 而被神毁灭 每处教会中 都有一些老好人存在 他凭撒旦哲学活着 丝毫不讲原则 不管什么人掌权 他都迎合奉承 歌功颂德 对顶头上司 只有维护 从来不得罪 无论顶头上司 做多少恶 他都不反对 也不支持 他是深藏不漏 水掌权 他都能吃得开 撒旦魔王 就喜欢这类人 为什么魔王 喜欢这类人呢 就是他不会 坏魔王的事 对魔王 没有任何威胁 他做人没有原则 也没有人格尊严 只随从社会潮流 对魔王 俯首称臣 投其所好 做人没有底线 教会中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能不能做得胜者 是不是基督的精兵 是不是神的见证人 当恶人 敌基督出来 搅扰教会工作的时候 这类人 能不能站出来 与之征战 揭露他们 分辨他们 弃绝他们 制止他们的恶行 为神做见证 绝对不能 这类华石旦 不是神成全的对象 不是蒙拯救的对象 他们从来不为神做见证 不维护神家的利益 在神眼中 这些人 都不是跟随神 顺服神的人 而是瞎起哄的人 是撒旦一伙的人 正是神工作结束时 淘汰的对象 神不稀罕这些贱货 他们没有真理 没有生命 是畜生 是魔鬼 他们不配神的拯救 不配享受神的爱 所以这样的人 神顺手就丢弃淘汰了 教会就应该 按不信派及时地清除 阿们 读了神的话 我很扎心 我感受到 神对老好人的 验子恨恶 老好人做事 特别圆化鬼诈 奉行的是 人不为己天出地灭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明哲保身 但求无过 这些撒旦哲学 是啊 他们领导是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谁都不得罪 看到假带领 敌基督作恶 不敢揭露检举 甚至 卑躬屈膝 随动他们一同作恶 这样的人 在神眼中看 就是不信派 是恶人一伙的 早晚被显明淘汰 是 对照神话的揭示 反省自己 为什么遇事 就保全自己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呢 就是因为 我凭这些撒旦哲学活着 做什么事 都以利己为原则 我就认为 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是理所当然的 是人的本能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 我良心麻木了 失去了做人的底线 是啊 当看到 视频中存在问题 想给负责人提出来 但就怕挨对付 怕得罪负责人 也担心 自己坚持错了 会追究我的责任 一考虑这些 我就选择装糊涂 当所托乌龟 看到我考虑的 全是自己的利益 真是太自私卑鄙了 我现身多年 享受了 生这么多话语的供应 临到事 却丝毫不体责身心意 看到视频中存在问题 也不支声 不像带领寻求反应 我昧着良心 胳膊中往外拐 导致这么多 制作完成的视频反攻 我真是没有良心理智 事实显明中 我才看到 自己凭撒乱毒素活着 冲到老好人 表面上看 个人利益没受什么损失 但却活得 没有一点人格尊严 让神验证 是啊 虽然 我没有直接打岔交流 教会工作 但我明明对负责人 有些分辨 却不揭露 不检举 还站在他一边 对视频中的问题 视而不见 这就是明知够犯了 是啊 神检查人心肺腑 最终要按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 如果我再不悔改 继续做老好人 坑害教会工作 最后只能被神厌弃淘汰啊 是啊 以前我还觉得 老好人顶多就是不实行真理 不是什么大问题 今天这么一交通才看到 做老好人的性质后果 太严重了 是啊 那你后来 是怎么实行进入的呢 是啊 后来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你们尽本分 关键得有忠心 什么是有忠心 就是认真负责任 完全尽到自己的责任 别有一点应付糊弄 不管人文化高低 也不管人有无见识 也不管人有无见识 关键是能接受真理 能喜爱神的话 神就看在神摆设的环境中 开启你明白的真理 你能实行多少 在神要求的事上 在神要求的事上 你用了多少心 出了多少力 下了多少功夫 比如你素着一般 没受过好的教育 领受能力也差 还有点偏谬 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临到一件事 神让你看见 这件事有漏洞 存在问题 究竟是谁的责任 在这事上就显明你 看你能不能坚持原则 是不是实行真理的人 如果你尽本分有忠心 对神是真心的 那在这件事上 你该怎么做 你怎么做合乎真理 是神所要求的 在这种情况下 神就不看你素质高低 文化怎么样 信神多少年 神就看你 临到这事是什么观点 什么态度 你的真心在哪里 你的良心 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发挥作用 如果你对神有真心 你就有责任心 你就会想 虽然这事不归我管 但这事涉及教会工作了 我得过问过问 打听打听 打听后 这倒是因负责人 贪想安逸 不负责任 没把这事当回事 给耽误了 你就去找 那个负责人交通 把问题及时纠正了 不用向上面寻求 你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 虽然你素质一般 还有一些其他缺陷 还有些其他缺陷毛病 但这些影响你实行真理了吗 影响你尽好本分 对神有忠心了吗 不影响 有人说自己偏谬于玩 有人说自己不通灵 还有人说自己素质差 没文化 那林道士就可以不实行真理吗 神不看人素质如何 文化高低 这与实行真理 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缺少不足 不影响你实行真理 不影响你对神的忠心 不影响你尽本分负责任 神就看你有没有真心 这才是最实际的 也是人能够达到的 神是用最实际的方式 衡量每一个人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心里透亮了 神和亮一个人 不看他素质高低 信神多少年 就看他是不是能实行真理 尽到自己的责任与本分 以往我对什么事尽责任 领受得特别片面 认为负责任 负主要责任 我把交给我的事做好 就是尽到责任了 现在我明白了 在尽本分中发现问题了 不管自己是不是主要责任人 都应该尽上自己的中心 主动担起责任 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神看得世人有没有一颗真心 能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维护教会的利益 即使有看不透的问题 也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块探讨 先修真理原则 实在解决不了 还可以向带领反应 直到把问题解决的为止 如果总担心看不透 怕反应错了担责任 就放任不管 最后出了问题 耽误了教会工作 那时说什么都晚了 损失已经无法弥补了 是啊 明白了神的心意后 我就向神祷告 以后再临到工作中有问题 或发现带领工人违背原则 我都要坚持原则 不能再保全自己 让教会工作受亏损了 感谢神 感谢神 读了神的话就有路途 就知道该怎么实行了 是 后来组长让我 把一个制作好的视频 传给带领 我发现视频里 还存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就给组长提了出来 组长却说 我和佩达看过了 觉得不是问题 你传给带领吧 我看到组长都审核通过了 这个视频 心里边就有点犯低谷 组长只是让我 传送这个视频 并没有让我检查 视频中的问题 万一我看到不准 耽误工作进度 就会追究我的责任 再说了 即便以后出现问题 也不是我审核通过的 我也没有责任呢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 我这不是又在维护 自己的利益吗 如果视频真的出了问题 那还得反共 更加耽误进度了 最后教会工作 会受到亏损呢 是 我就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 能实行真理 我想到 国度时代 神选民 必须遵守的 是他行政第二条 当行一切 对神的工作 有益的事 不该做 毁坏神工作利益的事 当维护神的名 神的见证 神的工作 阿们 我心里亮堂了一些 我得把教会工作 放在第一位 不能再像以往那样 袖手旁观 逃避责任了 我得挤在神的心意 尽上自己的责任 我就宣求相关的原则 也和其他弟兄姊妹 一块探讨衡量 弟兄姊妹都觉得 视频是存在问题 于是 我再次和组长 谈了我的看法 并建议向带领寻求 组长采纳了我的建议 最后带领衡量 确定是问题 并交通了相关的原则路透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感谢神 看着修改完的视频 果效更好了 我心里很高兴 感到这样做人 心里才踏实 感谢神 咱能有这些实行进入 都是神话达到的果效 是啊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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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